OK 好了 8分鐘 我現在在搞什麼東西呢? 我是完全不懂的 但是我首先 我就介紹一隻蜂蜜給大家 因為今天早上當我是完全不懂的時候 其實今天早上在我講一講 就已經賣了幾瓶了 因為這些人不懂 大家看看 一公斤 你知道嗎? 一斤其實不是一公斤 一斤也是最瘦的 這些純天而蜜 我們怎麼看它是否漂亮呢? 那個蜜龍教了我 原來是不斷霧 你看看有蜂蜜 沒有蜂蜜 或者很少蜂 這樣就是天然的 第二 那些經常說結晶沒有問題 又或者雪入雪櫃之後 為什麼有兩層的 有些奧州蜂蜜也有 為什麼雪入雪櫃會有兩層? 因為有人加糖煮 結果蜂蜜在下面 糖分的蜜在上面 這個是純天然的 香港製造的蜂蜜 為什麼會賣蜜呢? 首先 我們講一下 趁我記得的 因為我不懂這些東西 很多朋友買 其實我過去的喉嚨不好 我收的蜂蜜也不知道收多少 但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吃怎麼喝 後來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就這樣吃 或者開水就可以了 如果一點也不麻煩 就這樣吃就行 或者不要記住 40度以下的水 不能夠太熱 因為不然會破壞它的氨基酸 這樣就沒必要 怎麼放呢? 就這樣放在陰涼的地方 雪櫃也不用放 如果純天然的蜂蜜 這麼大瓶 賣多少錢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外面的人說 三四百元也要的 阿布泰也要賣三九八 因為要全天然 我賣多少錢呢? 因為我真的叫做幫拖價 268 268 OK 好了 昨天我會有些話說 昨天我上了結塔班 我們有個老友 突然走上來 我老友就說 給你給你給我 我幹什麼的事 他說 有些事要求求你 我心想 吊求救我? 你不是給我借錢嗎? 突然拿出這樣的東西 他說他有個老友 這樣說 我也認識的 OK 當然我不熟了 這個老友 我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恩人 70年代 但是我們幾年而已 70年代 大陸走下來 OK 就在工武公司製造 你知道那時候 香港很多這樣的工武 是 我唯一一件事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大老實人 因為我認識他 我跟他玩得不太好 因為他真的太老實 那些人是擔心不偷吃 只是說一件事 他有親戚 在羅湖 做海關的 先不要說其他事 只是起碼可以走上樓上路 其實你照及人 但是你不用排隊 你記不記得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他都不行的 不要 免得 這些不對 就是那種人 好了 長話短說 隨著年紀又大了 香港工業就不宜了 他就很不中 我不要說他有什麼顏色 黃到金 OK 但免得影響他們在大墓山 他在大墓山下面養風 的生活 於是在不同的公共種裡面 他養了三個小孩 一個現在在台灣 一個即將去英國 一個在香港陪他 就做酒店 大墓山就做酒店 OK 昨天我這個老友就去找他 他們來不來喝茶 他就聊天 就知道他 兒子又走了 他說我也把神沙的 棺材本和老婆 就抽了一筆錢 其實那筆錢也不多 給他兒子 我老友就看見他這個環境 就拿了一萬鈴給他 他說你先洗著 他堅決不要 推來推去 就是那種 然後我老友就說 不要了 你當我給誰去善行 堅決不要 叫你打架 說到打架 你這樣看不起我 那種人 然後呢 他說 他就說 我老友就說 你拿一袋蜂蜜蜜 他就賣蜂蜜 他說我給你買 這麼貴 堅決不要 那他突然想 咦,是呀 你老母是 啤梨哥 於是他就上來求我 這樣說 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說 其實呢 我真的沒什麼所謂 賺不賺什麼錢 我最主要是 我一件事就是 那些東西是否好東西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賣好東西 可能有些貴的 我去賺錢 OK 那他 我就覺得他的故事 很值得 他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故事 就是很值得幫這些人 有戲拍有戲節 我一想起 這些已經是與世無爭的人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你想想他 五十多歐 二十年前開始去 做養蜂 養蜂不會賺得很多錢 老實說 要養大些小孩 有背景他又不用 那就傻傻傻傻傻 然後一個疫情打來 老實說 你連賣的地方都沒有賣 是嗎 OK 所以其實他給我 其實我本來還想再賣便宜一點 再賣便宜一點 但是我老朋友拿來 老朋友說 你不要 你那不是影響了 他們自己 外面賣 是的 那些這樣 好了 那究竟他是怎樣 我真的沒有試過 先吃一口 原來 本地蜂蜜很棒 原來蜂蜜很簡單 那些是百花蜜 但是養蜂有多麻煩 不要說了 因為我之前看的一些特輯 我想想 你媽媽 那麼傻傻的工作 都還有人做 他有荔枝蜜 不同時令 有些不同味道 甚至 香港做蜜蜂妹妹 是嗎 是的 20歲女兒去幫忙養蜂蜂 養蜂蜜 很漂亮 是嗎 有這樣的事 是的 20歲左右去養蜂蜂 是的 OK 還有 有些大黃蜂 很多麻煩 會吃 搞那些蜂仔 是的 你知道蜂蜂 到處去採蜜 現在這一隻就是百花蜜 看時令 有時候有什麼龍眼蜜 有什麼鴨 不知道什麼東西 百花蜜 你們不要跟我說 我不認識的 OK 好了 我們看看是什麼環境 我剛才扭開 即是這隻蜂蜂 只是味道 很多花都彩 你看看味道 所以叫百花蜜 想得到 嗯 很棒 跟我們一樣 都是百花蜜 我們先試試 只要 因為它本身是最好的防腐劑 只要我們進入完之後 我們吃一口好了 不要再吃 這樣就不要黏下去 其實就很好保養 早上起床吃一口 原來新鮮蜂蜜是這樣的味道 我想多吃一口 但是我又舔過這個池蜜 真的很棒 我介紹大家 大家要幫幫這些 我凡生那種天助 天道酬勤 天助什麼 什麼自助人 那些是不是很棒 很簡單 除了這樣吃之外 其實我試過在馬拉最棒 你有沒有喝過那一口 我跟水王一天喝幾杯 就是 蜂蜜檸水 蜂蜜檸水 就是直接不下糖 其實是凍檸水 就下蜂蜜來 很棒 很棒 OK 我就是第一次吃 我之前也吃過 我不喜歡吃的 那些澳洲的 但這個OK 這個我以後不會知道 他叫我 除了原來養腥之外 他有什麼 都很多的 會動腸 但是也有些事情要注意 他的動腸 即是叫做幫手拉屎 是啊 要用膠 會好睡一點 也會控制糖尿 這麼神奇 但是他也有些事情要我提示 他不可以跟蔥一起吃 因為跟蔥 就可能會 那你很少吃蜜蜂 跟蔥一起吃 會不會很痛 不可以跟豆腐一起吃 那我就不覺得你會 吵到豆腐 吵到蜜蜂煎豆腐嗎 難道 又不可以跟韭菜一起吃 因為韭菜裡面 就會有豐富 很容易被蜂蜜的營養 很容易被蜂蜜裡面的礦物質 同結和離子化 就令到韭菜失去作用 最好的服用善價 其實是anytime 但是如果你是有胃酸過多 或者十二指腸胃蜀羊的朋友 最好是飯前一半小時吃 或者飯後兩三個小時吃 為什麼呢 因為臨床實驗室證明 這些我自己上網問的 胃酸分泌過多過少 蜂蜜都可以做調節作用 令到 如果飯前你一個多小時吃 它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 在食用蜜蜂之後 如果你立即中食 它就會刺激胃酸分泌 所以你飯前一半小時吃 或者飯後兩三個小時吃 就幫助消化 anyway 日後一早吃一口 平時我們來喝水就好 我們幫助你上來 就可以買一些蜂蜜 其實也不多 去一個星期 其實我也不明白他們 你這樣價錢給我 賣了幾十瓶 我當他們不用本 都是很少錢的 你賣了多少錢 就幾千元 賺光了 那你說這些 難怪這些 不要說沒有人做 就是少人做 OK 正啊 有個網友說 你不是吧 你沒吃過新鮮蜂蜜 我印象中真的沒吃過 我最多吃蜂蜜 百花蜜 就是宵夜吃買那瓶百花蜜 但是那瓶應該開過了東西 即是蜂蜂漿 這些可不可以用來宵夜吃 蜂蜂蜜 都可以 但是就浪費一點 你不會 那你不會 對 因為以前那瓶 我們去燒夜吃 有隔壁是黏著絲毛筆 後來 其實那瓶是很尷尬的 你開了之後 你能夠用嗎 你未必能夠用完 食用不完的 但是 它就很麻煩了 你又掃過了一些藥 也會掃過了一些 燒焦的東西 然後又放下去 那些那些不會用來開水喝的 我剛才有杯凍奶茶酒甜 就放了一些新鮮蜂蜜進去 哇,很冷靜 有些人問我多少錢,剛才我沒有說 268元 但是我就要給一個offer 如果買龜苓糕的朋友便宜多30元,238元 為什麼呢? 我覺得龜苓糕有根蜂蜜 如果要放這隻,放龜苓糕可能更冷靜 我上個星期,有個老朋友真是好東西 有些朋友少說龜苓糕 我告訴你,你這隻龜苓糕真的很好 余潮也說了他的名字 他說你吃完後,很回甘的 他真的好東西 這些就懂得了 我的龜苓糕當然好東西 我的龜苓糕真的好東西 是真的用龜苓糕的 我找到你的名字 謝謝右邊 我找到你的名字 我找到我的名字 像說龜苓糕的 我們幫助我 我們到 primero 看看 感谢观看